第13怎么理解第5条带应许的诫命的应许属于所有世界 其实这个你是认真读发现了这个问题 其实我也考虑了这个问题 是不是加尔文牧师有点太牵强解释了 也不是 虽然可能我们找不到他文本里面到底真实的根据 但是可以适当的推理 这个推理不一定准确 但是我的理解 就是他解释所有的诫命的时候 其实里面很多的精神是很广的 上帝特别是他解释这个应许长寿的时候 解释的这个长寿本身不重要 重要的是因为什么 还有夭折的孝敬的孩子吗 没成年就孝敬的孩子 却没成年死了 这种现象怎么解释 然后还有恶人活千年 这个事情怎么 就是说恶人活了很长时间 那到底怎么 那是特例 被重点不是长短来判断 他行的对于否 这个应许呢 是神对人孝敬的内功喜悦 可见上帝是何等喜悦 人孝敬 尊敬那种秩序全秉 尽上各样的本分 神喜悦 而这种精神呢 其实已经在对神对人的 所有的界面上都包括了 神喜悦人的顺服 乐意赏赐给他 这是第一条 注意括号 第一条 在应许的界面 为什么说第一条 应该说唯一一条就得了 阿部多说好 我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